2023年超级火热的大作赛尔达传出《王国之类》 再次验证了赛尔达毕神作的真相定律 很多新玩家都是从Switch平台开始接触这个经典IP 阳光明媚的场景和轻松愉快的冒险 恐怕是赛尔达系列给大部分人留下的印象 殊不知游戏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争议 本期我们回顾的就是整个系列中 画面表现和玩法非常独特的作品 当年在国内用户中流行度不高 直到最近几年经过重制后 才逐渐进入玩家视线 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曾经官方正版引入并有简体中文 这就是赛尔达传说《摩基拉的面具》 这里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 怀旧回廊 1998年底发售的赛尔达传说十字笛 被众多游戏媒体给出了满分评价 无论画面还是玩法都有着颠覆性创新 被誉为有史以来的第一神作 游戏的表现也让玩家对后续赛尔达作品充满了期待 2000年4月27日 赛尔达传说《摩基拉的面具》正式在N64主机发售 此时索尼全新的PS2主机已经推出 大幅提升的多边形处理能力 以及数倍容量的DVD光盘 都让游戏体验得到了显著进化 面对大量CG特效带来的视觉冲击 只有32兆卡带容量的本作 在任天堂创意神力的加持下 再一次让玩家惊叛不已 游戏的故事是定在石之敌 灵克击败盖农多夫 并拯救海拉鲁世界后 萨尔达公主为了弥补 灵克失去的七年光阴 使用石之敌将灵克送回到七年前 灵克来到迷失森林寻找伙伴妖精纳威 在这里遇到了骷髅小子 对方使用摩基拉的面具 将灵克变成了德库祖矮人 石之敌也被抢走 玩家一路追逐骷髅小子来到神秘的石中镇 在这里遇到了快乐面具商人 他也是石之敌的回归角色 商人告诉灵克 骷髅小子偷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面具 并试图利用其强大力量毁灭世界 如果灵克能在接下来三天时间里 拿回石之敌和面具 就可以让灵克恢复原状 否则的话 商人必须要离开小镇 石中镇是特米娜的中心区域 这其实是与海拉鲁平行的另一个世界 玩家在空中可以看到令人恐怖的场景 骷髅小子利用面具的力量控制了月亮 将在72小时后撞向特米娜 这也就是为啥灵克只有三天时间的原因 经过一番冒险后 灵克在三天即将结束的时候 找到了骷髅小子 最终夺回了石之敌 但未能拿到面具 紧要关头灵克利用石之敌 回到了三天之前 为自己和世界争取到新的机会 再次遇到商人后 他俩似乎是唯一记得那三天发生事情的人 商人看到灵克的石之敌 交汇给他治愈之歌 让灵克恢复了原状 并将原来的诅咒化成了德库面具 可以随时变身成德库人 作为回报 灵克决定再次寻找骷髅小子 夺回面具解决危机 这次同样是只有72小时 第二次冒险中 灵克辗转多地 先后击败敌人 并获得四个邪恶怪物戴的面具 释放了四个巨人 最终再次面对骷髅小子时 灵克召唤出巨人阻止月亮坠落 然而摩羁拉的面具 却脱离骷髅小子附着到月亮上 最终灵克与面具展开决战 最终 月亮恢复正常 危机解除 随着灵克的离开 托米娜世界也就此消失 作为N64主机第二部塞尔大游戏 本作的操作和实质底保持一致 灵克使用模拟摇杆移动 用Z按钮锁定敌人 在三个功能按键上装备物品 无论是攻击箭术 还是使用笛子等道具 都和前作非常相似 然而这一次 却不能像以往那样 轻松悠闲的漫游世界了 故事圣灵仔 必须在三天时间里完成任务 这就给玩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游戏从第一天早晨六点开始计时 三天后月亮将摧毁特米娜 72小时的游戏时间 在限时中大约是54分钟 流程中 灵克拿到实质底后 可以演奏时间之歌重置周期 回到最开始的时刻 重新开始任务 周期重启时 灵克将失去绝大多数的消耗品 以及和大部分NPC的互动 同时迷宫的探索度也会清零 除非彻底完成迷宫 击败BOSS获得关键道具 玩家在周期最开始才可以存档 三天时间流程里是不能存档的 后来的3DS一致版里 加入了中途存档功能 这是后话 也就是说 游戏后期主要流程包括 四个迷宫释放巨人 以及最终BOSS战 玩家在54分钟时间里 至少要完成其中一部分 然后实质底重启周期 继续完成其他部分 以此重复多次 直至通关 当然也有一些喜欢挑战的高手 试图在一个周期里 完成全部内容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需要熟练的游戏知识 本作围绕着预定事件设计 这个系统 如果你经常玩上古卷轴等 欧美RPG会很熟悉 但在当年日式游戏中并不多见 游戏世界中的每个角色 都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运作 NPC只会在特定时间 出现在某些地方 某些事件只能在特定时间 和特定地点发生 林克可以通过调查等手段 将时间信息保存在记事本中 帮助玩家在特定地点集合 以完成支线任务 解锁通往下一个迷宫的道路等 玩家可以查看记事本 出现在正确时间和地点 解决谜题并完成NPC任务 获得推动流程的关键物品 游戏中林克可以获得多种面具 从而获得不同的特殊力量 整个流程中 共有24种面具可以体验 林克需要通过面具 在各种形态之间切换 以完成谜题并击败BOSS 每种形态可以用来解决特定谜题 其中有四种形态是最重要的 故事通关不可或缺 人类林克是最基本的形态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林克造型 可以使用流程中发现的各种道具 包括弓箭和勾锁等 可以把自己拉到悬架等高处 有着很强的灵活性 德库林克是迷你人形态 无法抓住悬架 而且在水中不能拥有 最多只能在水面上跳跃五次 然后就会淹死 然而这个形态下 玩家可以发射魔法球 金晕敌人 还能使用大发扮作为螺旋桨 漂浮到正常无法到达的位置 哥伦林克是巨人形态 正常移动非常缓慢 很难将自己拉到悬架 在水中也会严重损伤 然而玩家可以让林克 蜷缩成球状滚动 从而伤害敌人 以及打破巨石障碍 就像索尼克的滚动攻击那样 佐拉林克像一条鱼 可以在水下呼吸 游泳速度超快 可以用他的棋作为回旋跳 但是没有近战攻击 林克在四种主要形态下 都可以使用十字笛 并播放歌曲来解决难题 有意思的是 几种特殊形态 还会使用不同的乐器 哥库是大风琴和键盘 哥伦是帮哥鼓 佐拉则将马铃鱼鼓架作为吉他 游戏中其他的非必需面具 同样会对玩家有巨大帮助 这些面具主要通过 完成NPC之下任务获得 其中最有价值 也是难度最高的 就是神灵面具 能让林克变成双手剑攻击 大幅提升威力 使用Z键锁定瞄准时 还能发射光束 获得方式说起来简单 那就是要把其他所有面具 都收集全 玩家在游戏中获得面具 属于重要道具 不会因为使用十字笛 重置周期而消失 为了实现全收集 你可以多次尝试 2015年2月14日 任天堂在3DS掌机 推出了塞尔达专书 《摩基拉面具3D》 本作在N64原版基础上 进行了完全重置 无论画面表现 还是系统玩法 都有了大幅变化 时隔多年后 将名作魅力 重新展现在新老玩家面前 为了照顾新用户 3DS版加入了 中间保存点功能 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游戏难度 尤其对于掌机用户 利用碎片时间是很重要的 N64原版中 林克能使用双倍时间之歌 跳到12小时后的未来 3DS版变成了 以小时为单位任意时间 此外 全新的时间进度菜单 和双屏幕优化 都让玩家能聚焦于冒险体验 在限定时间内 尽可能完成更多的任务 游戏重要的机式本功能 在3DS版变得更加方便 两个屏幕同时显示 熟悉的日程安排表 具有更清晰的视觉语言和新功能 可以更轻松地跟踪世界 时间表现在 会通知玩家 当前参与的支下任务状态 并提供详细的事件和角色描述 甚至还提供了闹钟功能 无论是追求快速通关主线 还是希望完成全任务 新的重制版 都让你变得更加轻松 本作在NGC V Switch等平台 还有普通仪制版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当属神游机简体中文版 很多新玩家 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平台 2003年 国内公司神游科技 曾与任天堂合作 以N64主机为原型 推出了手柄和主机一体的神游机 还将大量N64游戏汉化移植 本作当年官方名为 塞尔达传说 魔力面具 遗憾的是 未能正式发售 时隔多年后 它以非官方形式流出 让老玩家倍感惊喜 塞尔达传说 摩基拉的面具 N64版销量336万套 3DS版销量250万套 游戏整体表现 延续了系列顶级水平 但在国内玩家群体中 流行程度 不如其他作品 主要是因为偏阴暗的画风 加上时间紧迫较高的难度 时至今日 这款神作 仍然有大量爱好者重温回顾 光是冲着官方正版中文这一点 就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如果你最近玩你的3A大作 不如混混口味 跟着我们来一次复古 怀旧之旅 体验老游戏的魅力 传播游戏文化 共赏第九艺术 视频的最后 贵求各位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